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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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定超 今天小掌 我跟各位讲过了 就是 我们看这里 我们看这里 到这个之前 16825之前会停一下 它长红已经 就不会像这样一直长红 这个长红 这个中红 还有些小红 就是 它就是要面对 这两个关卡的整理 对不对 那现在技术面来讲 已经是 完全转强 不要怕跌 你要先记住这个 如果说明天 或者是下礼拜有机会 假设有机会跌下来 这个是非常好的现象 你要先记起来 那如果没有跌呢 不跌呢也可以 也可以 以盘代跌 就是 这边比如说以盘代跌就是整理 以时间 换空间 整理 以时间换空间 下礼拜 射符整理 让这两条线上来 最主要是季线跟月线上来 这是月线 这是季线 看这里就好 月线季线 就是整理 然后它们主动会上来 因为它扣底值的关系 会自己上来 那季线的扣底值 月线扣底值 已经扣到最高了 那接下来就是往下一直扣低 所以这礼拜的扣底值在这里 明天扣底这一根 那下礼拜扣底这五天 下下礼拜扣底这五天 所以这一条线会加速往上翻阳 翻阳的时候就会像这样 这样叫翻阳 它本来是向下的 然后翻阳上去 就是变成短线强力的一个多方式 那现在季线已经是往上了 我们看这里 这礼拜是灰金北上 不是上礼拜 上礼拜只是灰金北上 这礼拜叫灰大军要北上 这礼拜 今天礼拜四 从礼拜一开始 我不是说11月第二个礼拜吗 这第一个礼拜 这不是11月第一个礼拜吗 这第二个礼拜 因为上礼拜是跨越10月底跟11月初 那当然要算11月第一个礼拜 因为礼拜五就11月3号 所以上礼拜是11月第一个礼拜 这礼拜 这礼拜是11月第二个礼拜 这礼拜是11月第二个礼拜 你不能每天滑手机拍电动 连这个也不会算 我要欲白算的 说这个礼拜是第一个礼拜 你是笑的吗 连这个都不会 上礼拜是11月3号 上礼拜五不是吗 那是第一个礼拜 还是什么这个礼拜第一个礼拜 这是三礼拜 这都没办 都没办 都没办 这第二个礼拜 这第一个礼拜 那11月3号不是第一个礼拜 不然是什么 这一条是季线往下走 走来好几个月嘛 对不对 那现在已经翻阳了嘛 季线是翻阳 连线本来就翻阳了 所以我不是讲之前是一个短空中空 加上长多吗 连线往上嘛 接近连线就是拐点 那这礼拜扣底值这一根 所以从这礼拜开始会大金要北上 16601 所以它很容易就通过16601嘛 那现在下礼拜是这一根 16381 接下来是16481 所以接下来这几个礼拜的点位 扣底的点位都没有比这里还高 所以表示它的大盘是越来越强悍 力量越来越强大 这跟基本面没有关系 这完全是技术面 你要记住 所以我要跟各位 我会员其实不用跟他们讲 因为会员我天天跟他们讲 他们都会背的 他们知道嘛 那我要跟观众讲 如果说明天以后的任何一天 不一定明天嘛 如果有大跌 一两百点 两三百点也好 都没有关系 你要很高兴 因为你不是还没有买股票嘛 你不是在十月底卖出股票以后观望到现在 已经观望七天了 对不对 很多人就在十月底下道啊 破了一万六啊 就想说到一万五啊 下道就把它卖掉了 因为那时候的报章媒体都恐吓你啊 因为那时候的报章媒体都恐吓你啊 美国在建创新高啊 直立地创新高啊 都给你抵抗 对吧 台币一直贬值啊 对吧 那时候 那时候一两个 一个礼拜以前 那时候市场的气氛在这里 那时候大家都很没有信心嘛 可是丁超跟你讲 第二个礼拜 11月第二个礼拜会 灰金北上啊 灰大金要北上啊 我有提早跟你说吗 有啦 我不是马后炮啊 所以我要跟各位观众讲 就是说 假设 有跌下来 空间的修正有跌下来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说跟两种情况嘛 一种就是时间整理 它不跌了吧 不大跌啦 那不大跌也可以 这两条线会上来交叉 这个会主动上来 会上来 主动会上来 那这个比较麻烦哦 那这个就高难度哦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指数如果没有跌下来 就要有一些个股跌下来啊 它就有些股股涨上去 有些个股跌下来 因为它指数是平的 假设是平的整理 那有的上有的下 对啊 就像今天啊 今天不是很多股票 突然间没了就跌停板 就变成说这样 量收整理盘就会变成这样 会很乱哦 如果你不会操作很容易犯错 对不对 那如果空间修正会比较好 大家会比较不会乱掉 因为如果空间修正的话 大部分的股票都往下 台积点也会往下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种 可是我知道是 不管是要时间整理还是空间修正 都会再上去 而且未来都会突破这里 而且未来都会突破这里 不管用什么方式来修正 11月都是要 要拉出中长红出来 这是11月的K线 月K线 但是我有一个把握就是 它11月 这个11月不会涨2000点 不会像这个月涨2000点 这个我就有把握 所以这个月 去年的11月涨了2000点 那7年为什么11月可以涨2000点 是建议在长期的下跌 跌了5990点 还有经过了9月跟10月的调整 9月份跌了很多 有10月份落底 那今年来讲10月份到这里来也是跌 可是这三个月跌幅不大 有跌啦 但是没有像这里这么恐怖 所以这一根不会是 这一根不会像这一根这么大条 会比这两支更大 但是一定输这支 如果说要拿几点 几点我不知道 但是要涨过1000点 是很简单的 如果要涨2000点应该没法 那年收到12月 11月行胜了准 不要说太多了 画大饼干嘛 我们是且看且走 你以为老师分析一整年 说什么高点在哪里 低点在哪里 不然一次准 你看那些专家 每一次年底的时候 都要请报章媒体 都要请那些什么 几大名师 预测下一年的高低点 还没有准过 我看都没准 因为你这预设立场 那么远的事情 你明天都不知道会涨跌的 你怎么会预测到一整年呢 很容易错嘛 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预设立场 大盘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 创意快炒店 四星大门锅 资源电电三万公 我常常在讲 我常常在讲 尤其你如果是参与 已经有参与这个TG的 我不晓得讲多久 就是讲这 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三档呢 四星呢 这个还有这个 这支 这支大概投信大概持股 大概前五名 投信现在目前持股第一名了 总投信 总投信主动型的 不是被动的 大概这一档是冠金 这一档是雅金 他们持股第一名的 应该是这个啦 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这个 这个跟这个 那四星应该是前五名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前十名应该是这个 这里面有 他也持股蛮多的 那这个也不少 还有这个也不少 IP啦 IP股里面这些都不少 那头信都长期手码的 所以这几档 IP股就是这个嘛 这是IP股嘛 这支比较少 像这支啦 你会记得 所以他们如果要 他们如果要 要拉的话 拉基效的话 拉这个最有用 这支就是电电商网工 你看这支有了 以前有一支也有了 这支差不多100多块 大家都也在 我也是操作上来 我这个操作 这支我很厉害 贪很多 这支我就只要买回来 300块左右 再买回来 我们一顾是会再 在涨上去 这支也常在说 这支我就只要买 只要买一半 只要买回来 老师说你怎么那么神奇 只要每天在看这部 这也没太大便了 我买的我就跟你说了 对吧 你如果要相信 相信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每天在看 大家都好朋友 你每天在看 每天在看 你都知道我的身份在哪 这支 这支不要说 这支我回去做的 这支已经做了 几年了 这两股票 这个长期在炒走 这个是月K线 这边 这边曾经363.5 就是当初 晶片被美国 那时候川普制裁的时候 记得吗 那时候不是 美国制裁的时候 美国商务部建制晶片 那时候好几次 这一次 这个短时间来讲是这里 从去年的低点 546两个低点557 打双底之后 突破平台以后就飙了 那现在已经是 站稳股王了 因为现在 以前股王曾经是他 现在成2800而已 所以 古时候是这个股王 现在就不是 现在就 这一本 这也是千金股 那去大力光就变老千金 老千金你听到吗 老了 老千金 这支是新千金 像今天他这个也有 也有压环变千金 但是马上又把它打回压环 压环变千金 又变压环 这个也早就千金了 很多千金 这我专门在做 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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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创意 但是创意 以前比私心更广格 为什么现在被他越拉越远 因为 技术差很多 我真正跟你说过 那时候很多有一阵子 创意不是高过于私心吗 很多人都骂私心 创意比较厉害怎么样 我说 私心比较强 私心是 私心这间公司的内部结构 跟他那些 原始股东 那些董建士 都有来历的 他开始是日本的技术 我没有跟你说你不知道 你看私心现在被他拉开 创意被他拉开 差了一倍价钱 但是有一点 拉开一倍价钱 但是有一点 创意也不是个小咖 创意是 是台积电转投资公司 创意跟私心都是台积电的伙伴 台积电跟私心创意感情很好 但是正统的创意是台积电的子公司 私心不是 所以再怎么样创意 再怎么样创意 应该价格也不要离私心那么遥远 不要这么遥远 我现在不会叫你去买私心 除非他有大跌 除非他有像这样子大跌 像这个我们买1825 这边不是有大跌 或者是像这样的大跌 这一次大跌我没有买到 我那时候通知 我已经讲过好几遍了 我有通知会员要买 结果就是我这个价钱上跌顶板 上太低了 结果买我三没中 如果买我三到这边这边也再贪 但是我们就这边卖了一半保留一半 等于是这边的话 很可惜那时候没有再买回来 卖掉的地方没有 没有再买回来 这事情的部分我跟各位讲过 所以它如果未来有大跌 我们才会进场 那现在都不会再不建议 也不会再建议会员这个时候 再去买任何事情了 那是不是你嫌价格太高 不是 我是嫌风险太高 不是它没有这个价值 是因为它如果没有修正 它的指标过了 那我不要 它要稍微一个震荡 比如说我买了 我去抢了 一个震荡下来可能120% 那我新买的会员会受不了 所以我的个性我不会这样做 但是因为我们 但是我们要买什么呢 我觉得是像这种东西啊 创意啊 或是资源啊 或是这个啊 或是发哥啦 或者是发哥的转投资公司啊 这个我都会说 这个我告诉你 这个我告诉你 这个都要注意 你立望啊 因为这支起来 这支起来 对刚才我念过的股票 都很有帮助的 因为它们是IC设计股 你说对什么什么 我说不可以 微创啦 那种高价股 它不同的行业 我不是说微创微营 或是说广大 技嘉 那不好 因为它不是IC设计公司啊 对于那些 你说低价的IC设计公司 完全没有帮助 没有用啦 那都是那些 为什么 因为这种 它另外的主力股 这我不能说 这跟事情没关系嘛 对吧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不是说它不好 我意思是说 它影响的只有高价股 世青会影响的只有高价股 那些中低价的IC设计公司 我会没在台上 你们都抹背心了 所以为什么我只要写这三档 創意快炒电 世青大门国 支援电电商网工 最有关系的就是这三档连在一起 最有关系的 因为他们都做ESC 那如果勉强说 还有一点关系的 当然就是它 它是台积电伙伴 它具有科 这龙星借了 你自己参考 这支我以前都介绍过 可以参考 所以我刚才 我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你要跟我操作的话 就是这样 这个我都没有改 这个就没有加一个月 你现在参加 我都不会给你再加一个月 我讲话算话 就是有AI持股的加一个月 这个没有加一个月 但是还是用六个月 八九叉叉叉叉 就是这个 你能跟着我操作 那我要买什么股票 你不要管 你就跟着我的抗讯就好 知道吗 我给你买你就买了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一展明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万通国际头顾 诚信至上 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牌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华仲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股海 您需要一展明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到今天下 所以我在TG有讲过 我们资产股票不会卖 买买啦 涨停板跌停板我都没钱买 我都不要卖 为什么不要卖 因为我卖了以后 很难再买回来了 因为我没有把握它会回车 那现在卖掉一半嘛 1825的卖掉一半 先赚了三成起来 那现在另外这一半的持股 所谓卖一半就是100张卖50张 两张卖一张就是卖一半 那已经是今天最高是涨停板 这个是当充的把它充涨停板 所以这不管 收盘多少没有关系 那这另外一半的持股 一张就赚了150万 10张1500万 百分之83% 那这我的持股跟你讲一下 1365买嘛 这边卖一半 1725卖一半 这个每天都在看 没有卖最高 压下来以后 到1445块买回来 不是买最低 那现在要到这里 等于是说这边100张卖50张 剩下50张又50张 这边又买回来 100张现在又100张 这样你听不懂 就是很简单的数学 这边不要再给你教 你如果没有了 你回到小学重修 常常说不听不懂 278买进100张 然后345卖掉50张 剩下50张 压下来以后 296.5再买50张 剩下100张 100张以后 365又卖掉50张 剩下50张 压下来以后 这300块又买回来50张 变100张 现在就是100张 那你听不懂 那不说太快 不说太快 那为什么一定要100张 我是说举例 两张一张两张一张也可以 不要在那儿搜索 不要在那儿假的说听不懂 好不好 有些股票如果投信在卖 你不用担心 因为投信他们有他们考虑 有时候ETF的调整 你看我给你看这里 最近这两个股票飙涨 飙涨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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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伺服器的 你看它这边也是卖 150张 600多张 600多张 1000多张 你看连续卖了五六天 它还不是买回来 你知道为什么 所以你只要看那些什么买卖 那个不准 完全要看技术面 我已经跟你说过 川普这两个股票给你解释就好 它也是做server的 捣鬼的 你看这个server捣鬼 你看这个是标准的做server 这支股票我也贪很多 这支今天准千金嘛 千金啊 曾经当千金后 后来又被编环 我们也在813 这边贪不少 因为我专门在做 所以我说的未来 未来我的未来想象力 未来爆发力比较大的 我跟你讲 发哥啦 发哥就不用讲 因为发哥现在目前 一直涨上去 我们也不晓得要怎么去切入了 就是这个尴尬程度 跟世新一样 所以我就挑这一档 打发啦 这个我们是要长期性的做 但是要用波段做 这支股票我看得很好 这个股票 世新上来以后 对他非常大的帮助 对他非常大的帮助 对他也非常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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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专门很大股票 这股票你给他演讲 这是看到未来的 看到未来 看到明年去 世新我姐讲了好几年 也不是今天才涨 他就慢慢来的 他涨好几倍 他也不是一次就到位 可是我们持续性的操作 比如说像我刚才讲过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老师那不需要去 你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你不要太急 真的不要急 尤其是联发科这种 不要太急 真的啦 我买这个的时候也没有马上涨 这边也不是整理很多很久 你听我的意思吗 达发好好研究一下 我没有骗你啦 你也突然敢站上班 我知道你不相信 要相信不相信 你自己的选择啦 你要不要跟着我操作 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嘛 不然你跟着我干嘛 跟我参加会员的目的 不是为了多赚一点钱嘛 交流还有Telegram 193008 超级大赢家 我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我再重复一遍 会员朋友 我们世新都不卖 明天涨停跌停都不卖 你听我的意思吗 我们要做别党股票 我们要做别党股票 这是不是世新第二 没有世新第二 世新就是永远第一 没有世新第二 如果做别的股票 绝对不叫世新第二 如果做创意 就说创意就好 干嘛叫世新第二 如果资源就资源 干嘛说世新第二 因为世新就只有一党而已 要不要怪我意思吗 每一党股票 它都有自己的名称 难道不是这样吗 加入英派 今天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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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